大家好,我是智超老師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紫箱鼓的基本打法 首先我們要先認識一下紫箱鼓這個鼓聲的這個地方 中間的位置 我們打在這個地方聲音會比較低 我們要打出比較低的音 那是大鼓的聲音,我們稱作動 這時候請大家打出你的右手 然後把手掌這邊全曲起來 中間像是握一顆雞蛋,像握雞蛋一樣 這樣子去敲擊鼓的中間的地方 那我們來聽聽看他的聲音 動的聲音 動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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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動 這個就是大鼓的聲音 接著我們要認識第二個聲音 不同的音色 這是小鼓的聲音 然後我們稱作大 他的聲音會比較高 比較高靠,比較響亮一點 那我們會用我們的手指 手指去拍打這鼓上面的響弦 當然我們上面的響弦是使用竹籤來製作 那我們聽聽聽看他的聲音 好,這就是我們要學的基本的兩個音色 那我們可以把它融合起來 然後用DON D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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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子的節奏把它組合在一起 它就是We Will Rock You裡面的鼓的節奏 那我們一起來聽聽看 什麼隻的 foresee Aum We love We Will Rock You Ou 這就是簡單的節奏 接著我在示範第二個節奏 那這是我們錄的另外一首叫 Spring in My Stand 它使用的節奏是 D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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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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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最後一個步我們使用 DON DO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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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我們來聽一下演奏 好 那我們把速度放慢一點 我們再來聽一次看看 好 不知道大家要學會了嗎